字幕提供 這個正是十月下旬的西西里 Chisler 如果你對於地中海有一點概念 肯定就會知道 這絕對是一年當中最適合開棚駕駛的時節 而這一回之所以會在這個正確的時間 來到這個正確的地方 無非就是要為了能夠去試駕在我身旁的這一台 政治正確的 Mazerati MC20 Cello 你不覺得這儘然是市面上最古典 最優雅同時也是最拼停的 MR Spider嗎 唯一的問題是 這畢竟是一個出自於 鮮少對純種跑車有所琢磨的 老字號GT品牌的作品 況且 敞篷比硬頂Soft Core的道理 大家都懂 究竟一個如此持放的組合 在眾多更加專注於展現跑車DNA的對手之前 它真的有說服力嗎 首先請容我先為這一集很有可能非常低落的錄音品質 說聲抱歉 畢竟我實在想不到到底有什麼理由 可以不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任性地去享受開篷的樂趣 先來說說MC20這台車 畢竟身為Mazerati GMC12之後 睽違多年的中置跑車 嚴格說起來並不是這個牌子第一個大量生產的MR車系 畢竟在70年代 當雪鐵龍還持有Mazerati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推出過Bora以及Miroc兩個MR的作品 而且在當時他們的中置引擎跑車 就已經以重視實用性的設計而聞名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Shallow在詮釋一台MR的Spider上 它的做法會這麼的獨樹一格 因為過去即便在打造中置引擎的跑車的時候 其實Mazerati很顯然的都是以GT當作是他們的切腳 所以即便這是一台以Mazerati course 原廠的賽車部門為名 而且還是一台有著取向非常鮮明的碳纖維單體 不折不扣的速度機器 但它有許多的配置 仍然都是以把握當下為主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聚焦在性能 那當然要來說說這台車的亮點 其中無非就是這一座非常巨大的透明車頂 但這並不是只是一塊玻璃頂 Mazerati為它採用在這個集聚之中 可說是獨創的PDLC電控液晶的技術 所以它不只可以在-30度到85度之間 非常穩定的切換它的遮光率 重點是它其實是一具非常輕盈 僅有65公斤的一個傑作 而且巨星它可以在車速50公里以下 以12秒的時間完成這個起壁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 它完美的兌現了它的承諾 以一台義大利車而言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它許多的調整 通通都被整合在螢幕裡面 像是你要去調整它的遮光率 也要先切到你的車跡 不過 你看看 這就是我喜歡這台車的理由 因為它確實 讓敞篷不再是只有開篷的時候 才能夠享受到陽光 而且關於它的外型 老實說它並不是只是單純的 拔掉了車頂而已 因為事實上為了要能夠因應 安裝了這塊玻璃之後 變得更平直的車頂線條 它們的設計師從輪廓開始 重新去打造了 包含像是它的前檔風玻璃 它的車頂 它的引擎蓋 以及B2的部分 尤其機賞後引擎蓋上面那一塊 整合了它的後視鏡頭的鯊魚旗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細節上的調整 都讓它看起來充滿了誠意 而且這一回 跟著這個Cello同步發表的 還有這個非常漂亮的 可以在不同的光影下 綻放出不同光澤的 Aquamarina碧海藍的車身 以及這個以羅馬數字XX 也就是20 作為靈感去重新設計的旅圈 諸多的細節 都讓它看起來 比標準的Coupé 有更多的一些 異國情調上面的琢磨 而且這個吸氣聲 這真的是一台非常優雅的車 不管在設計上 甚至是使用上 它其實都不如想像中的乖章 坦白說它不像多數的MR跑車 往往會給人一種很局促的感覺 尤其它的採光 拜這個玻璃頂之次 又提升到了另外一個程度 所以視線的感覺 整個車艙的通透感 其實是非常理想的 而且重點是 即便它有著這種 似乎是比較鼓勵你用左腳去煞車 整個座艙比較趨於中間的設計 但這真的是我做過 數一數二舒適的MR跑車的車艙 就在這個空間裡面 不需要彎腰屈伸 而且非常的好進出 你可以很輕鬆愉悅的 坐在這裡面 享受Solnes Farber的12聲道音響 跟一趟美好的旅程 再來就是它的內裝 以設計來講 它非常的簡潔 基本上沒有其他跟駕駛無關的東西 會來干擾你 包含像是它的駕駛模式 避震器軟硬的調整 通通都可以通過 中船上的旋鈕進行調節 而且巨星這個裝飾 也會出現在新年式的MC20 Coupe身上 雖然它並不介意去顯露出 它有很多碳纖維的裝飾 但在鋪層上就恰到好處 必須得說 GT模式底下 這是一台非常溫泉 而且非常滑順的車 老實說 我一開始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在西西里 一個路面品質這麼差勁的地方 測試一台碳纖維單體的中式引擎跑車 但事實是它也沒在怕的 就是撫平路面的能力 其實是非常出色的 沒有太多很直接的撞擊感 而且關於隔音的部分 你可能會擔心這台重新設計了車頂 又是這種硬頂機構的車 在風切身的意志上不會那麼的理想 不過平心而論 跟普通的房車改了車頂架之後 在高速巡航的感受 不會有太多的差異 而且即使你留意到了 你還是會忍不住的 將你的注意力轉移回NATUNO的聲浪上面 因為它確實非常的悅耳 但這種悅耳卻又不會變成 打擾到街坊鄰居的噪音 在GT模式底下它其實是很斯文的 它不是一台野蠻的車 它會讓你很訝異 一台Midship它可以變得這麼的平易近人 不過這並不代表這是一台 只適合拿來兜風的車子 因為事實上 只要你也和我現在一樣 把這個旋鳥撥到一個比較運動 更激進的駕駛和懸吊的模式 隨著懸吊阻尼變得硬朗 你立馬可以感受到隱藏得很好 而且是專屬於這座 Dallara共同開發的碳纖維單體車身 標磚的那一面 透過剛性很出色 而且非常輕盈的特性 讓它得以完全地去展現出 宛如在切豆腐一樣 非常俐落的一面 這還只是Sport模式而已 不得不說 這真的是一具非常傑出的引擎 很多人質疑到底 Nettuno 90度夾角的V6 是不是Mosserati獨立開發的 不過我認為這完全不是重點 你應該要把注意力 放在他們如何去調教它的油門反應上面 因為它確實設定出了一個 會讓人貪婪而且是會走火入魔的出力方式 當然啦在變速箱 沒有辦法像法拉利做到那樣子 非常快的反應 可是真的已經很不錯了 重點是指向性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沒有想過Mosserati在操控這件事情上 可以這麼的serious 它居然做得出這種程度的車 靠著開車這件事情來征服我 但我難以想像的是 在一個如此古典性感的軀殼之下 重點是還這麼舒服 它風起來居然可以這麼的私私入口 我只想用力地蹂躪它 就像是我在面對任何一台義大利車的時候 它喚醒了我 深埋在心中的記憶 其實Mosserati它也是有辦法打造這種 讓人魂牽夢遺 而且是充滿魅力的車子 再看一片 一片 再看一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